嘿~~歡迎大家回收看55分4D遊戲頻道 今天要給大家帶來一場新的英雄聯隊2鐵十字線上對戰轉播 今天這一局線上的EV對戰是由虎奔的M246對上Rajen 那是一場我觀戰的時候看到非常精彩的比賽 那也算是額外加開給大家的 因為雖然這個月的鐵十字贊助正常來說本來是少了一份的 但是Wilson Lin後來新加入鐵十字贊助者 那我剛好也在線上觀戰的時候看到這個非常精彩的比賽 想說RP剛好有勝了我們還是多開一場轉播給大家看 那這場美軍對東德理論上照目前的美軍的態勢跟東德 那個走傳統開局喔他沒有走比較偷的偷T2的開局來說 正常來講圖控應該是會在美軍手上 但這張地圖一直都有一個開闊地壓制的問題 就是這個區域對於要處理NG42的開局來說是不太好處理的 那東德也沒有馬上走傳統的鐵三角 他其實是已經先出了第二隊派友爭取圖控喔 對美軍來說真是蠻冒險的 因為派友對到對到Rifleman是沒有什麼好的處置辦法的 只能跑那他有視野優勢 所以如果你反應夠快手速夠高 控兵良好的人說真的是不太怕 因為派友可以提早導跑 你美軍步槍兵看不到你的時候你已經看到他一陣子了 這邊已經補了第二隊的子彈兵 看起來有可能用子彈兵跟派友的聯合攻勢 集中對付少量的美軍這樣 這裡的掩體設置也讓德軍在中間的圖控可以非常的穩定 美軍前期其實對抗子彈兵最大的問題就是你必須要去貼他 那要是敵人有投入一定量的就是部隊量在這裡的話 你不太容易預判狀況是怎樣的 你等你走過來發現後面有第二隊的時候通常已經來不及了 那你回頭也不是錯也不是 雖然你沒有被壓制阿 你不像是遇到MG42被壓制被迫撤退可是 你還是會進到一個不太好的戰況裡面 現在目前的圖控大概爭取到55開 以投注的人力來講東德投注的T1人力是比較高的 美軍這邊三隊步槍兵東德已經三隊 那個派友尼爾加上 三隊Gran D加上一隊派友尼爾了 所以以目前的T1投注人力來說 東德是投注比較高的 這邊的軍官也正要進場 美軍如果能夠等到軍官進場才發動攻擊會比較好 他比較能夠享受他的軍官升級的震撼價值 這邊先攻擊派友尼爾大概已經兇多吉少了 美軍這個判斷也是非常正確 雖然我覺得有一點被第二隊子彈兵下退的意思 在沒有MG的情況下你會希望是由Pioneer承擔傷害 如果在有MG支援的情況下你通常會希望用子彈兵承擔傷害 因為Pioneer相對來講是一個比較好的MG護衛單位 就是近距離輸出 然後再來就是提供那個很長的視野來讓MG不容易被撤死 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交戰環境 這隊子彈兵應該會很快就被打退場 用軍官來驅散Pioneer Pioneer似乎要爭取建築 最後還是有打掉一個模型 所以Pioneer可能沒辦法撐太久 火焰槍的模型還被reaction吸引注意力了 這個撤退路線非常的危險 有機會...沒有了 太多...太多槍了 這裡選擇讓Rail Ashron死取也是不錯啊 因為Rail Ashron真的是少數 工兵單位上星之後戰鬥能力還不錯的 即使到後期 因為他的... 所有的老練等級的技能裡面 沒有任何一顆跟他的輔助技能 就是完全只有輔助技能 他每一個等級都有加戰鬥能力 美軍的這個斷點被切斷很傷喔 他現在必須捨棄中間的圖控 畢竟這裡也還有掩體的問題 他沒有時間在中央搭建掩體 所以中間的圖控的爭取是非常困難的 這第二隊的Pioneer也有機會被擊殺 德軍算是用有聲力量爭取到了圖控和資源獲得優勢 目前德軍的收入將近是美軍的兩到三倍 以油料收入來講的話是三倍 所以... 剛剛的這兩隊Pioneer的戰損說真的未必不划算 OK 這個武林機應該可以成功的勸退東德 這邊還有傷兵在提供視野 槍榴彈一直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威脅 你只要看到有輕機槍的子彈兵表示槍榴彈已經解鎖 看來有可能會被... Hanser Grenadier抓掉喔 就是抓掉了 不急著馬上拾取 先打退PG再說 手雷朵很漂亮 這邊投擲的是震撼手雷比較便宜一點 一樣有驅戰的效果的話 比起丟幫兜內的划算很多 爆炸的時間是一樣長 爆炸範圍稍微小一點點 傷害力差很多 主要是比較便宜 少15彈藥差蠻多的 德軍剛才在這邊其實也投注了 不管槍榴彈還是震撼雷都丟了不少彈藥 所以他的武器發放可能會沒有那麼順暢 剛剛如果沒有... 沒有丟震撼雷的話 其實現在升級這些... 呃... G13就是壓力沒有那麼大 現在因為這個... 彈藥升級的壓力 他沒有辦法建造醫療寶 也會讓人力流損變高 德軍的維持費目前是比較低的 在222出來之後可能會持平 美軍目前看起來他的單位是沒有準備好 要能夠應對222的 尤其這是一個可以噴煙的主事精英聯盟 所以... 呃... 武林機基本上沒有辦法反制 武林機基本上沒有辦法反制任何可以噴煙的車輛 因為他沒有地面射擊的功能 這個清機箱看起來是已經非常難被清除了 我原本以為Rogen的開局是走的比較傳統的 可是他後來補... 補大局補得非常兇 他補到三隊 而且又已經雙Pile開了 這個其實是一個不那麼... 傳統的東德開局 這已經是... 比較像大局開了 只是他的... 順序上... 呃... 還是有優先爭取圖控跟戰場佈置 所以他有先出一隊... 額外的派遞 而不是直接用第一隊派遞下兵營 然後造滿子彈兵 撲兵有想要發... 偷發槍榴彈的意味 但是... 車子已經到了蠻安全的距離了 武林機現在看到子彈兵 這個應該是完整的綠岩體 沒有辦法是有效的輸出 看起來... 撲槍兵應該很快就會退場 遇到... Greyhound解鎖的... 音效 今天競爭了 還沒有升級車頂機槍 開始升級 有要拿他對付222的意思 但是... 印象中他打222是沒有什麼戰便宜的 你看這個輸出 是不佔便宜的 然後... 你以他的造價來講 貴到一個爆炸 他跟222對比起來 所以... Greyhound的功能真的是在... 英雄聯隊2裡面是完全用來反撲兵的 他反裝甲只能輔助而已 有了車頂機槍之後 他的輸出跟222可以抗衡 但是他造價還是貴 明顯貴很多 那... 那個... Greyhound雖然是... 用來反步兵的 但是他... 反裝甲的能力其實... 怎麼講... 不算差 他就只是性價比不好 比起一代來講 一代的Greyhound是真的... 用來反裝甲的 彈性不關心 Nyvr Greyhound雖然是... 美軍還在想辦法積極爭取圖控 他們的資源已經落後非常多了 VP現在... 目前來說還沒有落後於德軍 但是這個CP落後也是一個很危險的跡象 美軍的交換比不是很好 德軍終於解鎖治療戰 PG在這段期間內沒有損人 算運氣不錯 這相對美軍的治療來講就蠻晚的 美軍的醫護車出的蠻早的 兔兔在左翼已經準備了一個攻擊的位置 因為現在的VP是在美軍手上 所以德軍其實現在是要主動出擊的 PG也準備好了 正在等所有的步兵就定位 海尼也用他比較長的視野發現了 敵人的五零機部署還有步兵的調度 這邊可能會損失一個模型 沒局勢移動的話可能要被打退 沒有損失模型 這個早期的戰場佈置到現在都還在持續的產生非常高的價值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其實有時候優先爭取早期的圖控做戰場佈置是非常重要的 那個也是為什麼我說美軍大部分像是潘心步兵連這些有那個步兵堆沙包 步兵埋雷的這種技能的連隊通常遊戲一開始就會選 主要跟美軍這個陣營比較擁有主動權也有關 他比較擁有主動權他想怎麼玩是美軍可以自己決定 然後再來是 他那個 那個連隊的那個能力真的是在越早期 越重要 德軍這個時候選擇出狙擊手倒是很奇怪 他支援領先這麼多不應該再單單投注在人 人力消耗上 他有可能認定美軍油料落後又呼叫Greyhound 所以美軍的 那個裝甲會 解鎖起來會蠻困難的 我們去看一下這個GZ的表現吧 我們就很喜歡GT的 這樣 是 蠻可惜的 沒有Profinder可以配合的 居首出來第一件事情是開始親無靈機的組員 這邊也還沒有注意到 他控兵沒有控到 不然這個政黨應該要先燒爆在演技後的子彈名 這個還回到轟炸區內 痛痛的 這在那邊應該走了 沒有損失任何的模型 狙一手打掉兩個機槍組員 機槍組員回去補人了 這邊兩個掩體中的輕機槍加上一台222 殺艙可能會有點強 不過美軍可以集中他的部隊攻擊其中的方向 雙火箭桶打退了222 Greyhound威脅追擊 所以這個子彈兵也要率先逃跑了 建築內的輕機槍還可以再撐一段時間 但是可能撐不了太久 PAC架設 Greyhound再一發也還不會死 但是子彈兵要跑了 所以PAC再不抬起來等一下就被收掉了 在你的步兵撤退的同時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記得叫你的所有武器組跟著後退 舉手的位置非常危險 在綠岩體後射擊 沒有成功射擊 太菜了 Greyhound的瞄準速度不夠快 視野不夠啊 他基本上Greyhound的 在低等級的狀態末段的這些視野是超出 就是射程是超出他的視野 沒辦法自己看自己在最遠的距離射 高階的狙擊手沒記錯的話 2階以上的時候 他大約就可以看到最遠距離 大概只有剩下這麼一小段的盲區 所以有時候你要去反狙一些老練的狙擊手 用菜的去反狙他也是蠻有難度的 一隻一手站在空地有點危險 有升級掃雷器 找到了一顆泰勒雷 現賺50彈藥 美軍拔除了德軍的油料 但是幾乎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左側 右側現在是沒有人的 這顆槍榴彈效果卓越 子彈兵已經完成了8點的工作了 該撤退了 狙擊手的位置非常危險 Pack沒有命中Pack要抬炮了 因為子彈兵要崩盤了 這邊有兩顆槍榴彈加上那個 Brainhound的威脅 所以222基本上是不太能夠進行發揮 火星的第二波攻勢 火箭頭兩發都命中 Brainhound 222的血量非常危急 Grainhound現在全壓 這個煙霧可以讓 TensorGonadier少應付半邊的傷害 但是現在看起來 非常的危險 火箭頭沒有繼續前進 為什麼 火箭頭剛才沒有繼續前進 所以222 有可能因為Grainhound被Pack針對 他現在 他當時的控兵控不來了 因為Grainhound其實蠻貴的 他只比蘇特拉特便宜一點點 所以 他 他的造型會讓你覺得他是一台 就 不怎麼樣的裝甲車 但是他的造價其實不低 在英雄連隊的定價裡面 他的攻擊力其實也還蠻強的 以反步兵來說 Grainhound傷害其實還蠻高的 並不會輸給那個希德的Luke 但整體來講他造價比Luke貴 因為畢竟你多花了彈藥 升級武林機 這邊應該可以再打掉一兩個模型 但是傷害也已經造成了 美軍自己的油料點也被拔除了 所以他現在其實 抽入也還是不是那麼好 VP已經落後到80分左右 以前面的資源落後來講 蠻危險的 這台傑克森已經確定美軍自己的判斷 自己在逆風局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判斷 有的時候真的就在這個一兩分鐘的空檔內 你會貪心去造那個雪曼 到那個時候就真的大勢已缺 就是雪曼對虎視精英 雪曼對虎王 對虎視 基本上都是非常難打的局面 他們這個時候 因為人力的維持蠻高的 所以他說真的 基本上選那個 雪曼加上雙反彈套的機會也是不太大的 這兩台突突突其實都有吃槍榴彈的攻險 那G1手看起來是缺 最後被同軸收掉 我把捷克森拿到 222被 yy 也是被收掉的機會很大 事實上沒有這一砲傑克森的主砲 也個大概也會死 鬼 acres獨角的 紅將炸彈 剛好揭露流了 五隻王牌進場的長時間 本來是要清除德國的武器組的 但是沒有成功的殺傷 美軍的這波攻勢整體來說 最大的收穫是消滅狙擊手 但是整體來講這個攻擊是失敗的 沒有奪得任何的控制區域 然後戰線崩盤的狀態 前線沒有部隊所有人都在家裡修整 虎士王牌把他的主炮浪費在少校身上 這一發非常的賺 連續兩發擊穿 即使在這個血量虎士王牌都還是可以單吃傑克森 所以是要非常小心的使用你的傑克森 你要讓虎士王牌不敢跟傑克森單挑 虎士王牌的血量可能要在一半左右 就我印象中虎士王牌的Bruce Creek 沒有被調動嗎 所以被調動的是希德的武士 所以虎士王牌一樣是進場就一定自帶Bruce Creek 你傑克森倒車是要真的小心 有時候未必跑得掉 傑克森來抓222 一炮擊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222躲在這個角落 又開始強壓美軍的斷點 虎士王牌沒有得到妥善的修整 通兵現在還在增援 開起來的Bruce Creek 歪炮 傑克森也歪炮 但是傑克森已經只剩半血了 虎士王牌現在用剩餘的時間 打這台免費的Grainhouse 被斷腿 佩克還在附近可以支援 彈彈 佩克還在調整位置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狀態 因為你已經斷腿了 傑克森可以調你的射程 現在美軍應該也已經看到Pack了 OKPack的位置變得很危險 打中Grainhouse 但是美軍步兵圍上來了 美軍的武林機掉落沒有被拾取 這邊的兩隊輕機槍剛好模型都不夠了 這個非常危險 但是子彈兵的血量也很危險 子彈兵全滅 被斬兵的蓬竹手雷 斬兵最後一個模型 看來Pack的Grainhouse並沒有注意到 來不及了 武士王牌 現在開始往後撤 應該不至於被美軍趕上 哇 又撤一下就停了 用噴煙加上自我維修 馬上解除了斷腿 因為不是在敵人面前噴頭 所以他其實 沒辦法確定煙霧的位置到底在哪裡 他就只是點點看 如果你在敵人看得到你的情況下噴煙的話 你的那一台車輛本身 還會持續在敵人視野中一小段時間 只是單位沒辦法主動攻擊 那個煙霧中的單位 他還是知道你在哪裡 剛剛這樣子總共花了30加上35 65彈藥 只修了這麼一點血量其實蠻不划算的 那個操作其實真的只是為了解掉斷腿 彌補他前面的控兵失誤 沒有把武士王牌往後拉 德軍這邊的戰力真的已經減損得非常嚴重了 剛才那一波被殲滅的子彈兵 非常的傷 選擇補上更多的PG而沒有補弓兵 這也是很奇怪的選擇 這也是很奇怪的選擇 新出發的PG也是馬上升級的G43 關於G43的參數 我後來對照了一下 其實以大部分的STG44的表現來說 G43的傷害提升幾乎是全距離內的提升 只有照非常非常短的距離 G43的DPS才會被STG44提升 那個超過 所以非常非常短的距離值 就可能像這個樣子 他們全部的部隊擠在這麼小的一個範圍內的時候 才有可能是STG44 DPS比G43高 所以這G43是蠻猛的 是真的全距離作戰兵器 啊這個子彈兵又危險了 看起來這個撤退成功率很低 零機加上同軸 還沒射死啊 哦這屁股真硬 最後還是死 但是屁股真的很硬 他能夠跑這麼長的距離是真的已經很神奇了 我以為期望他應該是這裡左右就死了 OK這邊要出現超級不香兵了 又有BAR又有NG42 馬上撤退保存人力了 美軍人力現在狀況很差 所以這個低血量單位他都直接撤退回家補血 尤其在有虎視王牌的情況下 你人力留存會非常的高 他以現在的這個冰卡組成來講 對付虎視王牌是非常的困難 所以他能夠維持這樣3比0點的圖控已經是非常的強 就是在即使在虎視王牌這麼強的壓力下 他的步兵還是 反肩了德國的步兵 美軍目前的弱勢狀況主要都是一些 中前期就累積的落後狀態 他不是他現在後期的處置的問題 以傑克森目前對抗虎視王牌的戰績來講 已經算是非常的優秀 沒有使用彈藥 其實傑克森現在的穿透率真的 遇到中裝甲的時候最好彈藥都還是要開 沒有穿透 第二發擊穿 撲兵砲被清除 想要追滅 看起來是要投入了 成功率不大距離有點遠 進基地看起來會吃鐵拳 成功了 沒有吃鐵拳 因為這個模型也是會被一發一炮秒殺 如果那個炮彈擊中的話 這是歸豪討厭的地方 他的傷害力比T70的爆破還要小一點 可是 就還是會很容易就命中模型 殺傷原理還是跟其他車不太一樣 德軍經過這兩波的戰鬥幾乎快要沒有東西 準備了一台 Stug要來反制傑克森 美軍已經奪得PAC 所以這個反制的成功率可能有點低 以正常的常規來說 你這麼低的步兵輔助單位 是沒有辦法有效的阻止這個PAC發揮 那在PAC壓制的情況下 你沒有辦法指望你的 Stug進到射程內去騷擾傑克森 通常會被PAC兩三下就打爆了 可是王牌再次到側翼 百命 這有機會讓美軍的PAC 沒有辦法發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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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划算了 一台沒有新的PAC Stug換掉兩星的傑克森 真的最主要的是這個虎視的撤襲 成功的讓PAC沒有辦法發揮 PAC沒有進到他該進的工作 所以才會崩盤 德軍這麼低的步兵壓力 卻讓美軍的步兵 這樣子自亂正腳 真是蠻神奇的 真的是 進場的時候 美軍的位置 部署的關係 步兵都沒有辦法在該賽的位置上 後期這些衝裝甲可以直接撵穿術蟲過來 確實會讓很多人措手不及 這邊有機會再讓武士王牌斷對 沒有發射 沒有冷卻時間還沒好 又先爭取掩體 看起來是打不贏的 雙雙撤退 以人力交換來說 這個 Stone Trooper是吃虧的 目前的VP又回到3比0 德軍對美軍3比0 美軍的VP是經不起這個損失 目前還差距超過一倍 所以很嚴重 敢兵埋射地雷 沒有信號塔 所以敢兵這邊是沒有辦法增援的 掃最後這兩個模型其實也很傷 畢竟你多一點模型 可以有多一點的體質去承擔傷害 然後你的親機槍才能夠發揮得久一點 這站在地雷上非常危險 看來應該是會堅持要想辦法拔點拔槍 但是敵人的負兵踩上來之後就放棄了 武林機現在派胡說王牌去驅散了 直接撤退 埋射地雷的同時發現這裡被... 估計被騷擾 斯敦過來打掉另外一台斯敦克的殘骸 在到了傑克森的背後 非常危險的夾擊態勢 但是現在貼到傑克森的正面 照DPS來說斯敦克已經贏定了 斯敦克的射速很快 他的DPS其實很高 他的DPS其實很高 雖然穿透率沒有很好 斯敦克是這個朝古士的背後輸出 但是看來只打中了一把 米軍的VP已經降到100分了 蝴蝶彈逼退了 這裡的PG 成功拔回中間的VP 穩住傷勢 最後在96分停住了 蝴蝶王牌一旦回到中場 美軍又快要沒有東西可以阻止他了 這邊還好沒有繼續前進要踩雷 這PG打應該不會再前進 哇靠你瘋了 認真 PG在打你然後你選擇前進 還好這PG沒有心啊 這PG要是有上心真的挫賽啊 還有一個急暈欸 基本上基本上就不用想跑了 傑克森進場 Stoog還在附近但是 但是PAC加上傑克森可以輕鬆打爆Stoog 什麼PAC抬炮 Stoog噴煙選擇繼續追擊傑克森 繼續換炮的情況下傑克森已經要死了 Stoog的DPS真的太高了 傑克森的裝甲還下修再下修 所以下一版他會更可靠的被各式各樣的 中型坦克等級的東西擊穿 這邊又全滅雷隊撲兵掉落了BAR 好啊 痾 出擊隊倒是很意外的沒辦法拾取 他有空位啊 卻沒有拾取的標籤 突擊隊沒有成功進到掩體 蠻可惜的 如果進到掩體停火的話 基本上這三個模型是蠻有機會打贏四個模型的美軍 尤其是他有一個模型是輕機槍的 快撤退了 美軍持續的埋設地雷 各軍現在終於把維修力補充上來了 以步兵戰力來講看起來有稍微回穩一點點 因為美軍的凋零殆盡 被剛才虎王跟Stug這樣一搞 美軍已經正腳大亂了 我覺得光是第一台傑克森能夠跟一台虎視王牌僵持這麼久 然後打出這麼好的交換筆已經是非常神奇 但是這一台就真的死得有點可惜啊 因為畢竟Stug蠻早就預警到已經開始在從背面接近 這邊出現超級子彈兵 BAR加上輕機槍 OK這個地雷埋設非常危險 好險是過遠的射擊 要是真的是直接命中的話可能四個魔形全滅了 要是真的是直接命中的話可能四個魔形全滅了 美軍現在不敢攻擊了 他要先做一個 穩定局勢的動作 因為他傑克森已經連續爆太多台了 這是他的最後一台還有希望回穩的傑克森 他繼續爆下去的話下一台傑克森基本上虎王都可以 虎視王牌都可以拿來跟你換 虎視王牌爆了換傑克森都滑上 多多台傑克森都可以拿到 美軍終於出了自己的反彈砲 因為PAC已經被摧毀了 沒有辦法 結果沒有開任何技能的情況下 擊穿了虎樹王牌的正面 哇兩發都擊穿 前面的PAC打不穿 然後美軍的反彈砲打穿了三小 這穿身是數一數二低的 結果沒有開技能的情況下 兩發全部正面擊穿了 最遠距離 這PAC的殘骸在哭泣 這是盜版的PAC 炮彈都是參殺的 以德軍目前掃雷系的規模 他有可能地雷需要放得更後衛一點 武林機都要求轉向了 這個裝甲子彈兵完全不在武林機的範圍內有點危險 美軍已經沒有部隊可以阻止他了 再次威脅3比0點 左側的4號戰車踩到地雷 傑克森馬上有反應 預警過來 但是 還是被包圍了 傑克森被要求攻擊虎樹王牌 但是虎樹王牌的血量真的太好了 反彈砲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從沒有心變成惡心喔 傑克森靠著基地的視野 騷擾這台Stug嘗試轉向 還是有攻擊成功喔 虎樹王牌擔心被斷腿 所以剛才還不敢穿越這些步兵 去追傑克森 現在傑克森摧毀了4號 開始倒車 補充牌的Freeze Creek前進 利用砲塔方向 傑克森似乎還想要Poke 沒有 打算要進行修整 德軍也在補充新的Stug 進來當作拋棄式的反彈使用 Stug的造價是真的 滿便宜的啦 以現行的版本 畢竟已經沒有T3476那種什麼 75油料的狗屁價格 28090已經算是超級便宜的價格 最便宜的應該還是Wolverine吧 目前的 可是Wolverine的主砲是真的垃圾 他跟Stug沒得比 好處只是他有砲塔欸 然後Wolverine的血量沒記錯的話 似乎跟Stug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就非常的低 比起普通的中坦要明顯低很多 所以很容易被擊殺 美軍再次準備了新的反彈砲 以現在的步兵戰力組成來講 挑戰德軍的步兵還是有一點困難 盟軍步兵在後期延展兵力 這兩發主砲 快要告命了 靈機不行了 Stug再次踩雷 五次王牌掉路過來要對付反彈砲 反彈砲被擊殺了 傑克森終於有在使用他的 HVAP踢彈 到持續時間結束總輸出也沒有很高 尤其剛才虎視主要是側面對他 是一個還不錯的輸出實力 但是大概還是有幾發挖地瓜吧 不然應該不會這麼高 傑克森看起來還是把壓力首先 出狀在虎王身上 虎視王牌身上 虎視王牌被 反彈手雷擊中 看來又要使用煙霧加上維修的方式了 還是有被槍流彈鎖定到 傑克森挖地瓜 選擇離開煙霧一點 傑克森必須到一個更近的角落才能夠開炮 打掉一個工兵的模型 事實上打掉兩個工兵的模型 什麼都要做 這些工兵的模型 因為VP已經非常非常危急了 最後的19分 這閃兵甚至不選擇騷擾工兵 直接確定要先把VP占到了 傑克森重傷的訊息 Stoog已經聞到血的味道 但是這次的穿略 已經太早被預警到了 應該要趕快放棄了 現在還是選擇要進去 但是被兩發槍流彈 成功阻斷了他的機動心 選擇打掉步兵炮美軍甚至不減 他覺得步兵炮在這個階段影響戰局的能力已經太小了 因為已經不再是步兵主體了 德軍幾乎沒有東西要給他炸 輕機槍的子彈兵也都已經全滅了 傑克森其實已經修整到一個還不錯的狀態 Stoog的射程沒有傑克森一員 再來就是他面向的角度有可能會錯誤 主炮未必能夠鎖定到傑克森 調整的方向 速度快要爆回了 但是傑克森會先開炮 速度快要爆回到 速度快要爆回到 武士王牌再次被 破壞引擎 很多火星槍與掃雷器 想辦法躲到角落佔點 一旦PG進到房屋 就會被燒爆 所以PG現在要想辦法繞路 這時候人沒辦法投擲過超過房屋 但是 還是成功下退了這隊的 Reacheron 我是再次靠著自我維修跟噴煙 把斷腿的狀態解除了 PG的狀態很危急 不過 美軍的VP狀態更危急 因為現在是2比 2比1點 美軍只剩11分 在最後的這個時機選擇使用大量的壓制平台 讓美軍的壓力其實真的非常的大 那步兵反攻的成功率會降低很多 這台2星的傑克森持續挑釁3星的虎視王牌 目前掉射程都還是很成功 這個射角會持續在 AT槓的範圍內 蠻長一段時間的看起來有機會成功的擊殺虎視王牌 虎視王牌終於戰死了美軍也成功的把VP止血 但是 下一波的反攻未必有辦法撐住這個VP 德軍在想辦法 趕快 用VP的方式獲勝因為戰力上已經沒辦法回穩了 虎視王牌到下一台出來還有800人力基本上不可能 那步兵戰力這麼差的情況下戰損會非常的糟 情急之下直接把中場的機槍調度過來 騷擾側翼的閃兵呢 這很糟糕 這讓攻盤的可能性大增 地槍被殲滅 然後因為剛才沒有完整修整就推出來的關係 其實右線的VP穩住的機會也不大 美軍也沒有完整修整 也是雙方都已經知道這是最後VP生死存亡 直接使用派涅拾取 機槍組 這邊看起來用傑克森組員做輸出 美軍現在似乎有一點點的貪心啊 他VP這麼低4分 不能夠掉任何一個勝利點 他必須要先確保這兩個勝利點是穩固的 這裡沒有人 這裡沒有人然後中場 的人也一直在往右邊走 他現在應該要打的被動一點 至少要讓VP接近一些 敵人的VP可能要扣到10分以下 他才有投注去攻擊其他VP的敵人 哇主炮 傑克森的主炮竟然打中了 德軍幾乎要沒有東西了 最後的一點點的人力跟油料選擇建造暴士 蠻奇怪的選擇 因為步兵落後的情況下暴士發揮的機率蠻低的 美軍這邊甚至沒有選擇死取自己的反反炮 他的 支援點目前是靠中央的勝利點在連通 德軍最後把所有的部隊都派向左側的VP 美軍完全沒有人力在防守 機槍被撤襲 這個超強的高階火力機槍可能撐不了太久完全不能架射 手雷投擲非常的危險 武林機可能會被全滅 機槍貼連 壓制了大量的步兵 炮士對戰三星的傑克森這個程度率很低喔 選擇射擊Grainhound 傑克森也是歪炮沒有打中 暴士最後還是選擇擊殺Grainhound 因為 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讓敵人沒有辦法成功的擊殺自己的步兵喔 所以Grainhound比較重要一點 比起 傑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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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ashon要趕快踩上去 踩上去喔不 哇最後的4分 因為被 最後4分因為Ryashon沒有踩上去輸掉啊 這亮了基本上就來不及了 中間的VP一旦轉藍就已經來不及了 這邊是可以理解他想要幹嘛 他想要靠 Ryhtactic的輕甲車奪回左側的勝利點 可是沒有那麼快 Grainhound擊殺單位速度沒有快成這樣 所以 最後對方的機槍如果死戰不退的話 他他中間這邊是絕對不能夠冒險讓他轉色的 只要一旦轉顏色他輸的機會就很大 甚至 你如果投注了幾乎所有的兵力在想辦法維持中間是白的的狀態 結果這裡被摸白了 那你 最後輸掉這4分的機會也很大 就是只要顏色一變基本上4分已經來不及有任何容錯率 美軍正常應該要贏的啦 說真的這場正常 M246應該是 真的是囊中物喔 德軍基本上沒有東西了 暴士做出了他最後的犧牲 那換取掉 Grainhound 這這聽起來很奇葩 就是 180有料的暴士 決定 去換掉60有料的Grainhound 但是 確實蠻關鍵的 你要想那隻Grainhound如果在場的話 這邊的步兵的承受的火力壓力是很大的 呃 最後這邊想要強佔成功的機會很低 甚至 Rail echelon真的可能不用有走上來點上去 用肉體去阻擋對方佔領 呀 但是 雙方都做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現啊 都有自己 閃亮發揮的時期 我覺得虎視王牌在第一個非常 艱困的 戰局下 能夠成功扭轉 連續擊殺兩台捷克城 搭配Stug 連續擊殺兩台捷克城是真的 非常關鍵喔 那 美軍在那之後 確實 那個步兵的優勢就開始慢慢的被衰弱 因為虎視王牌的 那個反步兵能力很強 他很容易就可以讓敵人步兵來不及做出 就是適當的反應就是被 被消滅 那 美軍其實 第一台捷克森跟最後這一台捷克森的表現也都是非常卓越 尤其是最後在這邊配合反彈炮的廣射角 騷擾虎視王牌的側面成功把他擊殺 即使在虎視王牌有開啟Breeze Quick的情況下 傑克森的反應速度還是持續的能夠讓自己維持在虎視王牌射程外 這個難度其實是很高的 你們看過我玩美軍就知道這個 這個是神仙跟凡人之間的差距 就是 他們對於戰場的 這個 目前 必須優先處理的事項 的順序是抓得很清晰的 所以傑克森才有辦法一直維持在座員射程 那 以最後他們的步兵在立正中的凋零的情況下這個用車自然是會用的非常精湛 你在早期看到第一波 虎視王牌剛進場 配合大規模的德軍步兵進攻的時候的那個慘烈程度 你就知道有很多情況下都是為了 精準的控制虎視王牌有一些步兵的操作被犧牲掉了 所以那些子彈兵才會凋零的那麼快 那 整體來講 我們通常 MVP 一定是要頒給勝利方的 可是 因為 勝利方已經沒有部隊了 我只能把最後的MVP 頒給這個非常勇敢的 Pioneer 操作的 MG-12 這是由Pioneer拾取的 MG-12 死戰不退 即使Grey好貼在他的臉上用砲彈跟武林機射他 死戰不退 最後換取了祖國的勝利 躲在草叢裡的兩個陰險的傢伙 那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這一次的 額外的鐵十字戰鬥轉播就 幫大家轉播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